OdioJungle 时路如下 问 据报道 韩国外交部表示 中国政府将派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出席平昌冬奥会闭幕式 请问 中方派刘延东副总理出席闭幕式有何考虑 答 中方祝贺平昌冬奥会成功开幕 我们一贯积极支持奥林匹克运动 支持韩方办好平昌冬奥会 中方出席平昌冬奥会 如有进一步消息 我们会适时发布 问据媒体报道 韩国统一不方面称 韩方今后工作将侧重于引导招美展开对话 同时美国副总统彭斯接受采访时称 美韩就朝核问题达成共识 先由韩方同朝方接触对话 此后如有可能美朝可接触对话 美院极限施压和接触对话同时进行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 对近来朝鲜半岛局势出现的积极发展势头 表示欢迎和肯定 中方始终认为半岛问题最终要靠对话谈判解决 希望朝韩双方能将围绕冬奥会接触互动 这一来之不易的势头延续下去 并以此为起点 一步步推开双方政治对话的大门 半岛问题的核心是朝美矛盾 我们希望朝韩之间的互动能够及时转化为朝美之间的互动 解决半岛问题 不能只有制裁没有对话 只有施压没有谈判 而是要将制裁的压力及时转化为谈判的动力 希望朝美能够抓住当前的机会之窗 展示诚意 相向而行 即使果断地迈出有意义的步伐 在平昌冬奥赛场给人们带来阵阵暖意的时候 国际社会应该多加油 多鼓劲 进一步引导半岛局势朝正确方向发展 为局势真正实现转环做出切实努力 依推动早日实现半岛无核化 建立半岛持久和平 问英国国防大臣对澳大利亚媒体称 英国一艘战舰 下月将经由南海返回英国 以捍卫航行自由权利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答 中方看到了有关报道 各国依据国际法 在南海享有航行和飞越自由 在中国和南海沿岸国的共同努力下 南海的航行和飞越自由不存在任何问题 南海局势也正日意向好的方向发展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 特别是欲拜国家能够尊重地区国家的努力 正如火上周所说 当前南海风平浪静 希望有关方面不要试图 无风起浪 问 据报道 近日 马尔代夫前总统纳西德 接受印度时报采访时称 中国在马 已拥有17个岛屿 这是掠夺土地 不是中马双边问题 而是国际问题和国际人权问题 与分离和殖民主义有关 应通过多边渠道解决 亚明是该问题内因 中国是外因 若其重新上台 将就土地掠夺问题 寻求国际社会帮助 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答 我上周曾就纳西德先生的类似言论 做出国回应 他的 最新表态 与他此前的言论如出一辙 纯属捏造 荒唐可笑 我这里需要提醒纳西德先生注意的是 中马合作是否符合双方利益 是否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最终的评判权和发言权在两国人民 不是个别人的片面之词就可以诋毁 问 在有人举报 伦敦西斯罗机场某免税店存在不公正对待中国消费者现象后 该机场昨天做出道歉 中国外交部对此有何评论 答 我理解这是商家与顾客之间的事情 发生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 恐怕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这次涉及到中国和英国 下次可能涉及其他国家 对于这种事情 该怎么办 就走